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據路透社引述的知情人士所說 騰訊是有機會面臨著超過100億元人民幣的罰款 為什麼會遭到開罰呢 據說 因為涉及到一些反壟斷的行為 第二宗消息 大陸媒體持續向電動車企業Tesla施壓 最新的就是黨媒經濟日報 他們呼籲 要緊急叫停Tesla的銷售和生產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路透社那篇報導 是怎麼說騰訊的 他們就引述了兩名知情人士指出 大陸政府準備 要向騰訊 開罰 巨額的罰款 作為對於這家互聯網巨頭企業 涉嫌 是干犯反壟斷行為的 一個回應 兩名知情人士還說 預計騰訊將會面臨著至少100億元的 天價罰款 足以被市場監管總局 立下了標竿 其實這個100億元的罰款 就已經是少過阿里巴巴的 因為阿里巴巴 在月初的時候 就被開罰182億元人民幣 這個就已經是少了 一大截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還說 監管機構的態度就是 雖然騰訊是有別於阿里巴巴 並不是反壟斷的最大目標 但是 既然整個反壟斷的行動都正在進行當中 就不能夠 是不對騰訊 進行懲罰的 而且知情人士還說 這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那個調查 部分集中在騰訊音樂上 騰訊就有可能 要被迫出售所收購回來的 酷我和酷歌音樂apps 同時還可能要放棄一些剩餘的 音樂專有權 至於另一位的知情人士就說 騰訊就不介意支付巨額罰款 只要他的核心業務能夠保持得到完好無損 甚至乎是願意 在有需要的時候支付更多費用 其實 路透社這篇報導 我就認為可信性都挺大的 因為根本上他報導的東西 就是合情合理 既然間是可以對於 馬雲旗下的企業 可以處於一個天價佛單的時候 為什麼阿里巴巴是 可以置身事外 所以整件事其實都很合乎大陸的情理 罰得一間就不爭 再罰第二間 韭菜就不怕割得多 反正春風吹又生 更何況就是 知情人士都說 騰訊根本上就不介意給你罰 你罰得多他又賺得多 如果他賺更多的時候 你又可以罰他更多 所以就是一個所謂雙贏的局面 這些所謂的民企 他根本上就是走不出大陸的手指納 因為他的主要業務就是在大陸 就算他怎樣來對外進行拼購的工作 他始終最核心的業務 都仍然還在大陸 只要是這個時候 這些企業就只能夠默默地接受大陸的整改 雖然給人一種感覺 好像是如取如攜 但是看上去他們自己也是很願意的 只要是保存得到核心業務 無緣無損就可以 起碼來講 馬化騰的待遇 就好過馬雲多少 馬雲現在根本上 經常被人傳他又說出不了境 一會兒又說不知道去了哪裡 起碼馬化騰 他其實就聰明過馬雲多少 起碼他就是保持著低調 而且他又沒有涉足到一些所謂媒體的業務 就不跟馬雲很大的紅心壯志 有鬼用嗎? 當初他還說要超越李嘉誠 浪費了他 我們又可以看看 另一單的消息 其實也是跟互聯網金融平台有關的 新華社報導 在前日 中國人民銀行 銀保監會 證監會 和外匯管理局 聯合對於部分 從事金融業務的網絡平台 進行監管約談 被約談的對象包括了騰訊 杜曉滿金融 京東金融 360數科 新浪金融 蘇寧金融 國美金融 美團金融 字節跳動等等 這些全部 都是混過界的 本身這些全部都是屬於互聯網那些 巨頭 但是他們又想插腳去金融業務方面 現在就被大陸方面約談了 其實 大陸就一定不肯過這些企業的 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根本上就是 繞過了中國的銀行系統 他們自行來發展金融業務 一來就是不受所謂的監管 二來就是 你那些平台 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對於大陸來說 形成了一種威脅 至少在心理上是有一種威脅 就算他們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 你不能夠 影響力發展得太大 其實大陸根本上沒有任何一家企業 是所謂大到不能倒的 而且 大陸根本上也不願意看到 你有部分平台 本身就已經有很多互聯網用戶 是掌握著很多的大數據 你還要混合過界 還要混合金融那一份 使得其實影響力太大了 那些所謂的網絡平台 又掌握著資本 又掌握著用戶的大數據 又掌握著輿論的影響力 當然就被大陸來約談了 所以這個也是 很合乎大陸的情理 肯定遭到整改了 這十幾家的 所謂網絡的 互聯網金融平台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就關於Tesla特斯拉 大家記得在上海的車展上 有個女人 跑去Tesla的攤檔 搗亂 所謂維權 後來那個女人其實也是被拘捕 去行政拘留了幾天 現在放回來了 後來Tesla其實公佈了 那個 所謂維權人士 他的車 在車禍之前的行車數據 原來 那輛車是怎樣的呢 在事故發生之前的 一分鐘和半個小時的數據 都被人登了出來 Tesla自己登的 想證明自己清白 他們 就顯示得到 原來那輛車 在車禍之前的時速是超過100公里的 正正是Tesla的自動煞車系統 使得車 在發生意外的時候 車速大減 其實就是對於所謂的維權人士打臉 因為維權人士說別人的煞車系統失靈 原來別人已經發揮了作用 是他自己開的車開得太快 只是說車主的問題 司機的問題 不是Tesla的問題 當然這件事後來的媒體 都有跟進一下 但是 由於那些媒體本身都是想追求Tesla 當然不會幫他大力澄清 好了 在行車數據公佈之後的 第二天 大陸的黨媒經濟日報 不是香港那份 大陸那份 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就叫做特事特辦 依法特辦叫停特斯拉以黑不容緩 內文就提到 在事故原因 還沒有查清楚以前 相關主管機關 應該立即要求特斯拉停售 停產 以確保道路安全 進而消除社會恐慌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就被大陸很多微博用戶 瘋狂轉發 實際上來說 整件事已經 顯然地變成了政治操作 因為連黨媒都出聲 要特事特辦 當然 Tesla現在仍然是未停產 仍然是繼續運作正常 但是 亦反映得出 就算你這個首富 馬斯克 如何向大陸獻眉 刷鞋也好 其實他信不過你就是信不過你了 現在大陸自身都說要發展電動車這個市場 甚至乎最近有報導說 華為也想插腳去電動車市場 而且不僅提供晶片那麼簡單 簡直就是要參與整個 生產過程 當然這也是外媒露透社的報導 他們說 華為正同重慶 叫做小康 那家公司叫做小康 進行磋商 打算收購小康旗下的 金康生能源汽車 那個股權 進而可以生產自家品牌的 電動汽車 這樣就代表 華為可以參與整個汽車生產的業務 而不是 就這樣提供汽車操作系統 當然華為現在在智能手機的市場上 都出現了萎縮 被美國打到一坨一坨 又不允許晶片 所以 他們轉移去生產電動車 都不足為奇 因為電動車雖然也需要晶片 但是技術沒有智能手機 那麼先進 其實除了華為之外 也有很多大陸企業 想分電動車市場 這一杯羹 所以 當大陸自行開始 研發生產這些產品的時候 你的外資企業還哪有運行呢 更何況就是 搞到最後 中國生產的電動車 一定能夠以價格優勢來取勝 到最後 還是會超越Tesla 我講的是在銷量上 在產能上 至於質素是怎樣 就見仁見智 但是 凡是大陸 觸碰到它有份生產的產品 到最後 技術 開始成熟起來的時候 你論價格 推出市場的價格 一定是大陸生產的 便宜的 所以 大陸的企業 一定是能夠爭取到一定的市場佔有率的 就算Tesla怎樣回大陸開廠 怎樣好像佔盡先機都好 到最後都是不夠齊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